赖清德又金杰替林权左出任格奎 总统府当晚发布蔡总统聘林权为资政的消息 联合报资料照片分享 格奎今天上午交接林权卸下行政院长一职 总统府当晚表示 为了借重林权宝贵的治理经验与智慧 并能在各项国家大戏上给予总统建议 蔡总统在林权卸任后 敦聘他出任总统府资政 聘其次林权院长谢持日至民国107年5月19日 蔡英文总统5日在总统府举行记者会 宣布林权请辞行政院长获准格奎由赖清德接任 当时蔡总统多次感谢林权 对于林权明确表示 未来不接受任何公部门职务安排 蔡总统还强调 同意林权请辞并不是同意他离开团队 只是角色的调整 我相信你未来还会继续协助 并守护执政团队 林权今天上午交解 行政院长一职 总统府当晚就发布蔡总统 拼为资政的消息